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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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威言大义》 我想大家上来我的Facebook 就知道我今天找到哪个人 一定要上去Facebook介绍一下 低调的玄学大师 我年初在一个场合 是听了她做一个Talk 是英文的Talk 我记得她说了三件事 她说今年是属水 其实不好意思 我不太明白 大概我记得了 属水今年无论是金融政治 今年香港很动荡 第二是习大大 我忘记了大大是属什么 说今年对她是双冲 今年是对习大大不好的 第三是朱年 朱是喜欢性性 所以今年会有很多性性 大家记得了 许智安 接着还有美国很出名的 Jeffrey Abstin 都出了事 好像被自杀 所以一直发生 我一直记住她说 咦 中了 咦 中了 咦 中了 咦 又中了 我记得这三件事 其他我不记得 她说了很多好东西 好像林郑也说过 一会儿都问她 到现在为止 既然阿诚哥都出来 要和香港祈福 我想我做威言大意 不如做下 这个节目 可能更多人看 所以我今天就立即找了 盧师傅 想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欢迎你 盧师傅 谢谢 在这里介绍一下盧师傅 盧师傅 盧恒立师傅 其实他是港大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毕业的 其实他的英文 我说过 我年初那时候 是听他说英文的表演 他是在CNN BBC 都做过很多次访问 他最特别的地方 Discovery Channel都有 他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被World Economic Forum 是邀请 是第一个邀请 是发表风水的专家 我也不知道 World Economic Forum 可以说风水 这个真是开眼界 那他自己呢 其实香港未必有很多人认识他 因为他是外国人 即我们俗称是鬼佬 圈子是比较出名的 所以他有很多客户 他的客户是外国人 我记得那时候年初 那个房间 即那个是午餐 是一个聚会 是午餐会 然后很多都是外国人 其中我记得一个很清楚 就是一个印度的婚伴 你做了很多视频 他每一个视频都拍 然后他太太就写 哇 比考不市还认真 我就觉得我心想一下 因为我第一次听你 我又不用这样 是一个海国人 即我很崇拜他 然后我事后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这么崇拜 盧师傅 他说因为我去年 即不是今年 他去年年初 听你说话 结果说得很准 所以他今年呢 就很认真看你说话 拍了那些视频 是差不多几十幅的 二三十张都有 他每一张都拍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 你说那三样东西 我说 让我看看他能否先 结果他坐在旁边 老师傅欢迎你 是 多谢 很简单 今天上来就是 香港 讲香港的云 究竟我们 今年下个几个月 会不会看到些什么曙光呢 其实香港 今年发生这么大件事 其实都有一个原因 又有原因 其实我们现在 风水来说 就叫做八云 八云其实那个 云经的卦呢 就叫做禁卦 禁卦代表少男 所以呢 其实呢 他们2004至2024 这20年来说呢 其实那个焦点 就在年轻人方面 所以呢 就不单止 这个不单止香港的问题 其实全世界 所发生的问题呢 其实都跟青少年人有关的 那呢 为何今年 对香港影响特别大呢 因为这个禁卦呢 其实是 是代表东北方和西南方的 其实香港的地理环境呢 我们香港的风水呢 就叫做 跟隆入手 跟隆入手 就是所有的 香港的龙脈呢 是由东北方来的 那是坐东北向西南 那所以呢 就是香港呢 是面向西南方的 那还有呢 我们的礼宾府呢 其实呢 一向以来呢 是代表香港的气魂的 那呢 那呢 也是呢 是向正西南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今年呢 所以呢 呢 是白云之中的最重要的一年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呢 中心点呢 你望过去巴西 大火 那就是西南方的 那就是西南方的 那还有呢 那为什么呢 今年好像一带一路那边呢 是比较多些麻烦呢 有些国家又排华啊 比如印度什么 黑澤米尔那些地方呢 那些地方呢 其实全部都是西南方的影响来的 那香港呢 首当其冲 而香港呢 本身呢 那个龙脈呢 是坐东北向西南的 那所以为什么说 对香港影响力这么大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个月的影响都不同的嘛 那风水每个月 风水轮流转的嘛 那比较严重呢 我们说二五交加呢 是两个最坏的 集中一起在西南方呢 就是过去那个月 过去那个月呢就是 就是8月 8月8日开始 8月8日开始 去到西里9月8日为止 就刚刚过了 咦 过了啊 是的 就叫白路 就是白路之后呢 好了 那年那个衰气呢 就仍然在 但是 月份的衰气呢 就移开了了 那所以呢 就好像 9月8日之后呢 其实呢 理论上呢 那风水的气运呢 就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都是不好的 但是呢 就比过去那月呢 是开始稳定一些了 就是最坏的月份 我们过了 但是整年呢 整年都是挺坏的 整年都不好的 因为那个五黄呢 整年都在西南边 嗯 就是最坏的那个月呢 就是 8月8日到9月8日 所以可能是谷底 我们慢慢会好转 但是不是好转得很多 是的 是的 一直去到年尾 那如果我看呢 就是 就是未来的三个月呢 就是会慢慢出向 稳定一些 就是 但是呢 经济来说呢 又是另一种看法 因为经济来说呢 我们是看火的 因为我们 皇帝内经呢 就是中国很多 公元前 2000多年前的皇帝 他写了一本书呢 是讲五行 金木水火套五行 代表人的五种性情 那其中最重要当然是水和火 火是代表喜庆 那通常火的年呢 就中国人呢 就喜欢 就是 比如红色那些就是火了 嗯 为什么中国人 喜庆事件 全部都是用红色的代表呢 因为其实呢 正气来的 火 那所以火的年呢 通常人是比较有信心的 比较欢乐一些 欢乐一些自然股票会升的 经济会蓬勃的 但是反过来 相反就是水了 水的年呢 就是代表恐慌的 那所以黑色呢 是中人来说呢 是比较不好的 比较差的气 就是为什么我们 经常都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都是黑色的 黑社会啊 海盗旗啊 黑色的那些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 其实呢 如果你看经济的那个 那个步伐呢 其实我们看水和火呢 是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街拉的 火的年呢 就是 通常呢 就是股票会升的 比如我们看回最上一次的经济股灾 就是2008年 2008年 2008年金融风暴是什么年呢 是老鼠年 老鼠年 其实是十二生子之中最劲的水 尤其是下半年呢 老鼠年的八月开始呢 就整向全世界 金融风暴 但是2008之后呢 始终都是有喜有福的 一直到火年回来呢 才会复苏 那火年是哪一年呢 2013年 2013年呢 就是蛇年了 蛇年就是火的回复了 那所以呢 美国经济呢 在2013年开始复苏的 真的 那2014年呢 马年 马年是跟水是相反的 因为老鼠和马甲打对面 那所以马年呢 就非常之劲 就是好像 杜瓊斯呢 好像升超过二万四千点的 那跟着下来都是火的 跟着下来 那时候 比较活潑的 那个时候 那但是去到2018年呢 开始有点 没那么好 因为2018年是九年 那九呢 就代表其实 我们十二个月之中呢 是十月份 那十月份 那十月份是接近冬天了 已经是秋天去到尽 冬天差不多开始了 那所以呢 凡是十月呢 我们都是要有些危机的 所以你看回杜瓊斯 以往的历史呢 有几次股灾是十月发生的 嗯 那年份一样呢 去到九呢 就是代表十月 那所以呢 2018年呢 是已经开始有动荡了 那现在到2019年 2019年 上半年呢 你都还见到 有上升的趋势的 因为仍然是有 季节性的影响 有木有火 因为春天是熟木 夏天是熟火嘛 那但是到纳秋呢 就已经是 那些木火都去埋了 即季节性的影响力都去埋了 那所以呢 通常呢 我们8月7日或者8日 纳秋呢 前后呢 一定有波动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过往的股市呢 不知道8月10日左右呢 是杜瓊斯突然跌下去成千点的 嗯 那所以呢就是 但是当然通常呢 8月纳秋之后呢 就跌一跌 9月呢 好像又平稳了 到10月又要有一个危机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 10月呢 可能又另外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会出现 但是问题呢 10月之后呢 我们要看明年了 明年如果是有火呢 通常呢 这个挫折都不会很重要 但是明年是没有火的 明年是暑年 暑年 暑年就等于2008 2008 它会回回回头 所以呢 所以我们始终也要提防 因为历史会重演的 那你说一下 如果你说看明年 怎样看呢 明年是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是一个金 一个水 是没有火的 庚子年是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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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五行之中 代表一把劍 劍鋒金是一個縮殺的金來的 通常是和戰爭有關的 尤其是我們中國的日曆 是60年一個循環的 60年前又是同一年 再60年前又同一年 我們看120年前 庚子年就是八國聯軍打中國那一年 明年有戰爭 所以你看中國的壓力 現在看中國的壓力 外國的勢力 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會大 Sorry 所以你覺得在香港純粹在香港的運 今年最差的月份 應該是八月到九月初就完了 應該是運程來講慢慢穩定 但是你剛才講一堆關於金融市場 或者經濟 還未見到最差 還未見到最差 十月最差 而明年因為是鼠年 可能更差 是不是這樣 我純粹講經濟 這個就不僅是香港 這個是影響全世界的 比如2008年金融風暴是影響全世界的 就是因為水太猛 水太猛是令到人會失去信心的 比如2008年回看 突然間是那個 那些人對銀行失去信心 這個突如其來的 有時候人的心理影響會令到股票突然間大跌 所以這種影響力我們要提防 因為有機會在接下來這12個月之內會再發生 明白 那講回香港 我首先想講香港的運 香港的大運是2004到2024嗎 是 其實我們風水是20年唯一的運 通常現在我們叫下緣白運 下緣白運是2004開始的 從2004開始到2024就叫做白運 所以這個運就是往西南方的 所以其實這個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高峰期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掛就是屬東北掛 東北掛就是香港的東北的龍 東北的龍是大帽山那邊 香港的龍是由那邊進來的 香港其實地理環境就是 坐東北向西南 西南是水來的 所以西南的經濟就非常的豐盛 西南看到水的地方 經濟非常的發達 對白運來說 所以東北方看到山就叫旺人丁 西南方看到水就叫旺財氣 所以白運這20年 其實香港來說是一個高峰期 因為人丁和財氣兩樣都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發展都是在西南方 譬如我們有機場 有很多機建 還有迪士尼樂園 甚至西九龍 西九都是 廣東道這些全部都是西南方發展 但是現在的白運就漸漸過去了 現在差不多五年左右轉九運 通常兩個運相轉的時間 通常都會有些事情發生的 譬如我們上次由七運轉八運的時候 2003年是沙士的 所以會通常比較大件事就是 現在譬如我們由一個高峰 一個好運 突然間開始轉一個 不是很差 但是沒有那麼好的運 譬如2024之後的九運 九運就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要南方見山 北方見水 你看香港的地理環境 除了中環、灣仔、北方見到維多利亞港之外 就對九龍那邊好像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九龍那邊見不到 北方見不到水 北方只見到山 所以大勢上來說就沒有這麼應運 但是是不是很差呢 又不是很差 因為另外一個地方是東南邊叫趙水 東南邊趙水仍然是旺材的 所以為什麼中國現在發展大灣區 其實就是中國的東南方 其實你看中國的發展 其實都是跟著這些氣運 為什麼過去那20年發展 但是一路其實就是西南邊 現在反過來 大灣區比較注重 因為九運是東南方見到水是旺材的 所以香港九運比較上不是最高峰 但是也不是太差的 但仍然是有得發展的 但是你剛才說2003年的轉運 七運轉八運 是很差的 SARS發生了 那是不是如果2024轉運的話 是不是2024那一年對香港都不好的 其實就是我想現在這個 今年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是認了轉運的 不需要等到2024 2019已經發生著 是一個轉運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發生著 一個轉運的期間發生的事情 明白 尤其是今年因為我們說 對西南變得特別不好 因為風水的五王在西南 我們九年前其實風水五王在西南 就是馬尼拉人治事件那一年 所以香港那一年都是不好的 明白 OK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下一集問一下 譬如中國的國運 林鄭他的運 然後還有Donald Trump的運 習大大的運 都很有趣 下一集再說 medal 是 下集吧 這集會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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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